嗨,我們今天來到了爺柳 今天要來住這個愛月酒店 然後呢,因為這是國旅的最後一天了 然後它這樣子扣下來幾乎是不用錢了啦 要一點錢,然後我們要帶小朋友去那個遊戲室玩 好啦,這裡我們至少來過了十幾次啊 特別是我們很常來這邊漁人廚房吃飯 那我們今天的主體就是去遊戲室玩這樣子 然後在這裡面就是享受一個小小的動駕這樣子 這邊的話,你看來的時候就會幾乎就會發現 幾乎都是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 因為這邊有很厲害的遊戲室 看一下它這邊的空間 好啦,我們很幸運的來到這個遊戲區這一棟 然後遊戲區這一棟最好了就是 一下樓就可以玩了 好,進門前要先敲敲門 好,我們進來room tour 好,打開燈 哇 其實 以這個價格來說,這個真的是無可挑剔的人 你看,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廁所 哇,它的廁所是分開來的 就是 馬桶歸馬桶 然後洗手歸洗手 泡澡歸泡澡 這一間我們每住坡之前都住大房 大床的 這個是兩小床的 它這邊有一個泡澡 我們進來看一下 這是兩小床的房間 他們今天有跟外婆一起住啦 所以就 那時候要看怎麼分配 其實這個還蠻舒適的這裡 然後這個是 看起來像是 很像冰箱,其實是保險箱 是嗎 是冰箱 那外婆會外公耶,媽咪 這個是我們買的,還是它附的 這邊沒有嗎 這個不是我們買的 所以它有附一個 當地特產嗎 對對對,汪汪地瓜 汪汪地瓜園真的蠻厲害的 好,然後我們看一下它這邊有 給你一些茶啊 水啊 什麼的 讓我們稍微打開看一下 所以外面就是停車場 那個 二管的停車場 大概是長的樣子 然後呢,它就有 各國的那種插座 那就是外用插座 然後也有 電話口 好,我們兩小床的話 如果你們是兩大一小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床啊 併在一起 你看我這樣一推 就過去啦 就變一張 200個大床了 這樣還蠻方便的 那你也可以借那個 嬰兒床啦 這邊有電話 可以寫點東西 這邊很好一點就是 它進來的時候其實 已經有些賣太好的冷氣了 這一點很重要 不然你一進來就熱了 感覺不太好 然後這邊的燈光 其實在我的眼睛看下來 其實是黃光的 但是 不會照顧明亮 有一些 房間啊 就是你去住住的時候呢 都給你那個黃光 可是整個看起來會暗暗的 它不會 它算是明亮的 但是是黃光 那還算是舒適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些 晚上睡覺的那個 小夜燈 然後月亮是什麼 喔,月亮是電視的 你看喔 我現在按這個 然後 電視的那邊 後面的燈就會開 來 然後最後這個呢 就是 主燈 大概是這樣這樣 主燈 OK 好,我來看一下這個 爸爸不在意 媽媽最在意的地方 就是 門口的櫃子 能不能擺衣服 反正我就是 我自己就是丟地上啦 那 媽媽的話一定要掛起來 好好掛起來 欸 這空間還蠻大的 欸,不像罩還不罩裡面 有一雙拖鞋嗎 好,有一雙拖鞋可以用 然後這個是 他的 衣架 好,可以擺蠻舒服的 還可以藏人進去 哇 聽起來好恐怖喔 這邊有雙鞋子 然後這邊有個小小的保險櫃 還算是不錯 然後他有一些毛巾 然後 牙刷這些 罐子弄浴卷這樣子 擺的都還蠻不錯的啦 我記得下面好像也可以自己在拿 好,沖澡的有這樣子東西 他這邊都是用這個 茶籽糖的 然後我們其實家裡也有買蠻多這個 因為那時候覺得還蠻好用的 但是因為 秋泰其實是 常常看到那個就買 這個也買 那個也買 所以我們家有超多其他的 然後這個還蠻深的喔 這個我整個人進去還綽綽有餘 再加兩個小桃應該還OK 好啦 最後這個 這個最重要 就是 吹風機 不是達新台的小風扇 最討厭 風很小嘛 其實是秋泰啦 秋泰最討厭那種小風扇的 其實大部分的 媽媽都不喜歡那種小風扇的 因為要吹很久 好啦,我們剛剛從房間走出來嘛 像從二樓走 現在一樓就是 他的 兒童遊戲室 這裡真的是 兒童遊戲室真的是超級棒的 然後我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閱讀區 雖然說 來這邊的小朋友基本上不會來閱讀啦 但是也是擺一下 然後這邊有飲水機喔 不知道有沒有 真的冰水 真的是冰水 給過 給過 好 我們來裝個冰水吧 先來看一下裡面 哇 好多人在玩了 以前來的時候其實更多人了 現在疫情稍微少一點點 然後我記得這邊的投籃機 都是不用錢的 那邊還有一個唱KTV的 也是很棒 好不好 這邊走出去也可以 在外面啊喝喝咖啡幹嘛 然後你已經覺得很奇怪 我來這邊 幹嘛在這門口等那麼久 因為呢 我們忘記拿襪子了 記住了你來這邊一定要記得戴襪子 因為 不然就要去買那個棉洗襪 那旁邊跑去Seven買 然後一雙50塊 這樣子 記得戴 好不好 不然你就進不去了喔 原來這邊就有賣襪子 一隻 一雙 七十大人 然後小朋友是五十喔 然後這邊有一些 有帶朋友 好啦 所以我可以穿襪子 他其實剛剛有帶 只是他淚翻了 所以他 有忘記了 真的 真的 被他們這樣一吵真的是會 心神不寧 好啦我們進去吧 入場要記住這幾個東西喔 開放的時間 好啦終於進來了啊 這邊的東西有更新過喔 就是電動有換過 目前他們在玩的是Switch 剛剛門口也有在租借 然後更新了這個大型機台 還蠻不錯的 哇 這個玩到飽耶 太棒了吧 然後這個釣魚機啊 在外面玩一個也要好幾十塊耶 他們還蠻喜歡玩這個 我也覺得這個蠻好玩的 而且也是免費的喔 反正進來就可以玩了喔 欸 爆炮龍耶 超棒的 天使人 然後這個是小台的那個 他這邊做的不錯就是 他有做這種小台的 因為那種大台的話 小朋友根本沒有辦法玩 然後也是免費的喔 超棒的 哇 這個也超棒的喔 好大一台玩這個 很古早的遊戲 然後這邊有那個攀岩的 還蠻適合小朋友來玩的 你看 這邊可以借Switch的遊戲影片喔 小台的牛牛車 這個適合兩三歲的小朋友 更小的小朋友玩 然後這個場地啊 基本上就是繞一圈 有點像賽車這樣子 中間圍繞著那個 讓小朋友在裡面 有點像玩極限運動 裡面很多球球喔 這個弄的感覺就是 很乾淨很好玩 然後這個跳跳團 也是會讓你很放心的 讓他們玩 好玩嗎 秋小平 好玩 然後呢 他們現在比較大了 基本上可以稍微丟包在裡面啦 蜘蛛好玩嗎 好 從這邊爬進去啊 可以爬進去 然後就像一個是探險一樣 我之前爬進去過好累喔 不過小朋友爬去玩已經覺得超好玩的 你看哇到處好像個迷宮一樣子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的設施 然後很上下兩層 看你怎麼爬囉 有些家長也都爬進來了 通常都是有比較小小的小朋友 比較小的小朋友 我會來這邊 然後這個小溜滑梯 好大概是這樣子啊 那大家自己在玩 已經介紹的還蠻清楚的 然後後面這個也是更新後的機器喔 這機台真的是更新度 你看不知道還有這個 看起來就很威耶 喔不過這要錢 10塊一回 喔不過你在外面玩這個應該要30塊一回吧 所以有一些東西連大人都還蠻可以玩 尤其Switch啊 小朋友大人都很愛玩 他就會讓你玩到飽 不錯不錯有在進步 這個還蠻可愛的 算是一個小小玩具也可以坐著休息 很多小朋友來玩這個馬力歐賽車 而且他用了這一些 那個 保護的東西是很好很高級的 哇黑神鞋這邊有個多公文合作的教室 我都不知道 以前可能都沒開吧 好像是可以看電影的 試試看看喔 真的是在看電影 喔進來了 剛好都沒人 他們睡覺就趕快直接把他丟在這裡面 還不錯多了一個這個 哇他這邊越做越厲害了喔 我看還是我這個地方爸爸來手一下 偷來躺在這邊吧 讚讚讚 外面還蠻涼快的 可能已經進入秋天啦 那邊有個跳格子 真的是一個戶外的運動區 有準備好拍子跟羽毛球給你啦 風景也不錯 喔 好謝謝 這邊還有這個 弓箭讓你玩 都沒有走過來真的會不知道耶 我覺得我自己就還蠻喜歡玩這種東西 等一下我們再來玩 然後呢他都有準備那個消毒了給你 還不錯不錯 算是一個戶外的空間 這邊看有人用那個迪卡農 又是迪卡農了 可以這邊打羽毛球 那你有一些人可以帶一些小小的提皮球在那邊玩 算是一個戶外的遊戲 然後跟大人的空間 如果天氣涼的時候應該會蠻多人在那邊喔 基本上大人也是玩得很開心 你看外公外婆也開始在玩 哇這邊是一個越夜越瘋狂的地方 現在是晚上8點了 人超多 跟大家都利用這個晚上 下半的時間直接帶小朋友來這邊玩 你要蹦我的是不是 蹦 蹦蹦蹦 蹦 瘋狽 點骨 好喔!可以! 好!一下是我們早上的時候用早餐的畫面 基本上人非常非常的多 感覺像在戰爭 畢竟也是廉價的關係 其實工作人還蠻認真的在補菜 以這個價錢來說 其實我也算是吃得蠻開心的 所以你看照片幾乎都是空的 但是我還蠻幸運的 我夾到了一大堆東西 下面的影片有我們簡單的用餐心得 基本上他煮的早餐都還算是好吃 而且蛋是現煎的 可惜人太多了 所以後來的人都沒有拿到蛋 因為蛋都沒了 只能跟大家說對不起啦 建議如果來這邊用餐的話 近早喔 能夠挑窗邊的位置的話 可以看到大海 我覺得這個是最棒的 去健身房看看吧 進來了 在他的頂樓 健身房 看一下東西夠不夠練 滑步機 踏步機 滑步機 然後還有這個重量 到10公斤 好 基本上給的這個器材牌子蠻好的 然後他的跑步機 我覺得跟臥軍一樣的 是那個MATRICE這個 看這個 哇 邊跑步 然後邊看大海感覺很棒耶 邊很漂亮耶 那這個值得之類的 好啦 就選擇這裡吧 我們來總結一下這一間飯店 其實呢他的平價有好有壞 那不好的部分都會長 其實不會 我覺得我來住過好像四次了 我來三次 然後我覺得每次來都還蠻乾淨的 然後因為他之前看到他的平價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就是讓人家卻步 結果呢來住的時候呢 其實我還蠻驚喜 因為他房間算很乾淨 然後床啊什麼都還不錯 然後我覺得最划算的就是 如果你有小孩的話 來這邊超級划算 比你一個假日啊 然後帶小朋友去玩 像他那個遊戲室啊 在外面 如果你隨便玩一下 帶個小孩去就要350了 兩個小孩 你看我兩個小孩嘛 那就是總共700塊 大的陪同跳最少也要100塊 700加200是900的 可是呢 他我們外面只能玩兩個半小時啊 兩個小時對不對 那你看他有三場 如果前一天下午就來了一場 晚上一場 隔天早上再三場 看喔如果是叫8-3-24 9-3-27-27-27 那我住宿 你知道我才花多少錢嗎 我就花2100而已 2100 那你看你不住宿 然後光玩這個 就很夠了 那等於說他們玩三場 而且算是這邊如果小朋友 他們我已經四歲啊 像我的小朋友的四歲跟六歲 那要來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蠻輕鬆的丟著就好 當然要注意一下就是丟著 就還OK這樣 蠻可以丟包的 然後他的裡面的設施啊 越做越好 然後越來越安全 然後我說真的喔 大人在裡面玩也玩也很開心 那些大型機台都我們小時候 我在裡面看的時候 大人玩的比小孩還開心 然後他也多了一些什麼 看電影的聽啊什麼的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這些東西加起來 我覺得很華盛 因為我把遊戲四三個時間 除了算進去的話 哇根本就是 就是我每天還有附早餐 雖然說我覺得早餐 他每次早餐都很明白 因為人很多 然後就是顯得很像戰爭一樣 但是我覺得下部也語啦 因為畢竟價位就是這樣 我才住兩千億而已 然後加上這次的國民輔助 又靠了一千萬 我只花了八百塊 我就玩了三場遊戲四 吃了早餐也是一家四口這樣子 一家四口 兩大兩小時的早餐這樣子 我覺得 哇就是一種賺到的感覺 所以呢 我還是還非常推薦大家來啦 那如果你能夠平日來是最好 因為遊戲四人不多 因為我很多次都是平日來 然後早餐也不會爭 然後如果你中餐想要吃個飯 在這邊訂個中餐也OK 然後記得喔 如果你中餐要吃這邊的話 那去買狗毛毛 或公賣幾 才會划算喔 好就這樣子 那給這一間 評分CP值五顆星 然後呢 那有些東西 設備上面什麼的 我覺得都還OK 我覺得四顆星 就是它的房間什麼還不錯 好那就是比較可惜的 就是早餐部分喔 會比較像戰爭一樣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 到這邊啦 掰掰 今天飯店 邱先生非常的推薦 不僅大人玩得非常開心 小孩玩得超級開心 就算我們已經玩了三個時段 都還是能玩到很多不一樣的花樣 在這邊推薦給大家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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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